嗨 大家好 现在我在华西的海滩 然后你看我背景色的天空 我就想起来了 有几位朋友问我说 想让我帮帮忙推荐几个中 不是中文的名字 是泰文的名字 Chu Passatai Chu 就是名字 Pasatai就是泰语的意思 Chu Passatai就是泰文 名字 泰语名字 因为可能大家也知道了 泰国人他大部分就是习惯 用小名称呼对方 小名叫做Chu Len Chu Len Chu就是名字的意思 Len就是玩 Chu Len就是小名 Chu Len 泰国人叫做Chu Len 我个人喜欢的那种小名 我就把我喜欢的推荐给大家了 比如说呢 我现在看到天空 我就想起来了 那个Pasai这个名字 Pa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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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那种蓝色的天空 虽然就是翻译成汉语 可能朋友会觉得有一点怪怪 不过对泰国人来说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甜美 很好听的 Pa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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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淑女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可以前面可以加一个non-play non-play 我为什么说要前面加一个 一个音节呢 因为现在呢 就是这几年 泰国人他 那个怎么说 流行取两个音节的小名 现在是那种流行取两个音节的小名 就是前一辈子的人呢 就一个音节的小名 你看我 我叫poppy 我就是poppy 也是两个音节的小名 还有我两个宝宝 也是两个音节的小名 大的是男的 叫love love 然后小的叫lucky lucky 都是两个音节的小名 所以刚才我给大家说了一个发塞 然后第二个人 non-play non-play 这个也非常好听 还有比如说那个 努力 努力 我觉得这个很可爱的 那个d是好的意思 good的意思 然后努力 前面呢 就是感觉好像 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那种哦 就是又可爱又好的那种努力 努力 还有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小名呢 就是by phone by phone by phone呢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一下就是那种 绝叶草之类的那个叶子 那它by phone by呢就是树叶的叶啊 by phone呢就是绝类植物 by phone by phone这个也非常好听 我有几个朋友也叫by phone 感觉 啊好羡慕啊 你的名字很好听 好 我今天就先给大家推荐这几个名字 然后我想想如果还有哪一些 啊 好 更 更就是更好听 更有意思的名字 我再来给大家介绍哦 ok 我先去海边游泳玩水了 拜拜 Swa dee ka